很多人不明白夏洛特烦恼中的夏洛为什么要殴打周杰伦 这段看似可有可无 实则蕴含深意 其实原本的电影中删减了一段重要剧情 周杰伦挨打后很快成为当红明星 人气一度碾压夏洛 而此时夏洛已经将狼裁尽 再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你送我离开城里之外 你找周杰伦那个干嘛 还有一首 这就是夏洛最担心的事 一旦真正的原主诞生 他将地位不保 当初夏洛穿越后 突然想到所在的时空还没有出现朴树周杰伦等大咖 于是他凭着超时空抄袭 成为了所谓的优秀原创者 过上了万众瞩目的明星生活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梦 可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过得并不快乐 女神秋雅和袁华搞到一起 母亲跟好兄弟不伦相爱 他虽然处在C位 却没有一个人真心对他 所有人都冲着他的才华 利用他榨取他 他惶恐自卑 因为他的才华并不属于自己 所以他才会问邱雅 如果有一天我不会想说了 你还会爱我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量歌星的出现 夏洛能抄袭的作品越来越少 所以当刘德华找上门时 他只拿得出乡村爱情歌曲 好在他名气够大 依旧取得不俗的效果 直到遇见真正的周杰伦 他彻底爆发了 为了打压正主 他几乎失去理智 不惜在镜头面前做出悔形象的事 那一刻他看似愤怒 甚至是恐惧到极点的表现 在原来的剧本中 夏洛第一次在校园里谈唱 不是曲威曾经的你 而是周杰伦的心情 夏洛参加歌唱比赛时 用一首双截棍 火遍大江南北 而现实中 这就是周杰伦的成名曲 后来菊花台的诞生 奠定了他天王的地位 夏洛同样用改编版的菊花台 赢得了大量粉丝 之后夏洛被纳英发掘 一跃成为国民歌神 正好对应了周杰伦被吴宗宪发掘 影片中的夏洛成名后 无数次登上杂志 这也就是现实中周杰伦的写照 周杰伦曾是中国好声音的评委 夏洛就自己搞了个中国好嗓文 这样一一对比下来 你就会发现 夏洛其实盗取了周杰伦的人生 同时影片中出现了大量山寨明星 山寨纳英 山寨张学勇 山寨周华健 山寨王妃 甚至还有山寨谢霆锋 表面看似剧组请不起本尊 实则是在暗示 夏洛对应的就是山寨周杰伦 所以当他风光正盛时 郑主突然出现 你猜他是什么心情 可惜夏洛的打压并没有用 当周杰伦出道后 他再也无法剽窃 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原创一次就好 可惜还没发布 就遭到邱雅的否定 他随便抄个乡村爱情就能大火 自己认真创作的却被人嫌弃 实在是太讽刺了 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水平后 夏洛这才决定退出歌坛 最起码能保住晚节 万万没想到沈腾能出演《飞驰人生》 竟然是因为长得帅 不装了 我是一万富翁 我摊牌了 韩寒早在他写《飞驰人生》剧本时 就想找个长得很帅的人来演主角张池 毕竟此角色是个赛车手 赛车本身就是件很酷的事 而且剧情有费缠逆袭的桥段 主角颜值必须放在第一位 而韩寒的第一人选是以前合作过的邓超 但遗憾的是邓超也当了导演 自己的电影都忙不过来 压根腾不出时间 韩寒被拒绝后又盯上了彭于燕 他早听说这小子每拍一部电影 就得考个证 既然还没考赛车手驾照 这次高低得给他补上 但就在这时沈腾不知从哪儿 听到消息把剧本要走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 结果看完后 他非要演主角 韩寒一听头就大了 他看看彭于燕的照片 再看看沈腾的腊肉脸 该选谁根本不用考虑 但他又不好意思明说 只好委婉地表示 主角已经定了彭于燕 沈腾身为老油条 自然听得出这是嫌自己不帅 于是问他 听说过杨阳吗 杨阳你知道吗 啊知道 我之前我是军医生 后来是他 担心韩寒不信 沈腾还给他发了几张 自己以前的照片 顺便给他推荐了几部 自己年轻时演的影视剧 果然韩寒看后大为震惊 他一琢磨 以前的校草也是校草 反正腾哥现在人气也不低 片酬还比彭于燕少 干脆就用他吧 不过他有个条件 维持人生有大量喜剧元素 沈腾必须带几个优秀的喜剧演员 来称一称场面 沈腾一听 这简单啊 于是他就把最有特色的 魏祥和隐正拉了过来 韩寒早就听说过 潮汐海陵圆华的大名 既然来都来了 咱们也得展示展示 于是在大家的怂恿下 音证圆华附体当场坐视一首 你给咱记性附师一首 怎么样 附师一首 我附师都在批判 没关系 你就批判我 对对 你就批判他 那我来一个 来一个 一度操作 猛如虎 定睛一看 远地球 后来韩寒又得知 尹正不光会闻的 还会舞的 为了更具喜剧元素 于是韩寒大手一挥 亲手为他设计了一段钢管舞 让人意外的是 引证那妖娆的舞姿 配上一头长发 竟比女人还要妩媚 就问这样能闻能舞的美男子 你心动了吗 张一鸣怎么都想不到 跑了那么多年龙套都没火 只跟沈腾合作一次 就成了卧龙凤厨 多余的更新 能同时收获卧龙凤厨 在拍西红柿首富时 导演想找一个 一看就不太聪明的人 来演庄强一卷 而他最先想到的 就是从爱笑会议室出道 靠喜剧人大火的大攀 但尴尬的是 论演技和搞笑 他绝对没得说 就是年龄有点太大了 压根不符合人设 一说到爱笑会议室 沈腾倒想起个人 夏洛特烦恼里 演主持人那个 不也挺好吗 导演看到张一鸣的表现后 开心的直拍大腿 能跟沈腾气质相匹配的 出了他别无他人 张一鸣接到邀请后 一听又跟沈腾合作 而且演的是男二号 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 刚进剧组 导演就给他提出个 奇葩的要求 必须先增肥50斤 原来沈腾的人设 身材很瘦弱 可他伤到了膝盖 导致减肥失败 于是导演改为 让张一鸣增肥 来反衬沈腾的瘦 张一鸣倒不含糊 那段时间 逮着好吃的就使劲吃 最后直接吃成了 200斤的大胖子 事实证明 张一鸣的确很有喜剧天赋 在编剧的巧妙设计下 他把自己的本性 展现了淋漓尽致 尤其像王多瑜 表忠心那一段 直接震撼全场 王多瑜是我哥们 你们总说 我是他身边的一条狗 我就想让你们 这帮瞧不起我的人 好好看看 大狗有什么不好 张一鸣的搞笑能力 绝不亚于沈腾 几乎全篇所有高能片段 都有他参与 甚至有不少人产生错觉 好像沈腾是配角 他才是男一号 本来有他自己 沈腾的风头 就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又来了个王成思 这俩人凑在一起 一个比一个离谱 在他俩大聪明般的演绎下 诞生了新时代的卧龙凤出 打死我也想不到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 能够同时培养出你们二位 另一个被带火的 就是魏翔了 之前他跟沈腾一起演小品 无论演的多卖力 都是小透明 可自从演了足球教练 济平一句 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 就给本片贡献了 一大名场面 果然沈腾就是电影界的老郭 只要你有实力 稍微一层就能走向巅峰